中美大戰從貿易戰開始 台灣就一直有轉單效應 所以我們來思考 這一波中美大戰會有多激烈 特別是今年剛好遇到了美國總統大選 雙方都要展現對抗中國的力量 所以中美大戰有沒有可能成為 推升台股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這一次拜登當然是 今年的一個選舉壓力 另外的話就是 他本身要扶植美國的半導體 尤其英特爾 我們說壞兒子就燒 好人沒得救 所以他現在已經公佈了 在3月20號公佈 他給英特爾85億的補助款 美金85億 他不是還給我們50億嗎 對 台積電50億 三星60億 另外還有110億美金的 低利率的一個貸款 那最主要就是說希望英特爾在美國 四個州 包括亞利桑那州 包括這個德勒岡 包括那個俄亥俄州 包括新墨西哥州 他有兩個新廠 再加上目前知道有一個舊廠要更新 那他希望他希望在美國的2030年 在整個半導體高階的部分晶片 佔全世界的市佔20% 他的目標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在建廠的過程裡面 還有給他一個租稅的減免 也就是說你在五年你的資本支出 一千億裡面 這一千億百分之二十 可以扣抵稅金 這三個下去真的吃得粗粗粗粗粗粗 這真的有夠好的 對 這真的有夠好的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美國的半導體已經失落了三十年 一九九零年的時候 他的全世界的市佔是百分之三十七 到2022年剩下百分之十二 他現在是希望DJ我不會給你拚 我希望高階的來拉到百分之二十 所以其實對台積電 對三星來講 他後面的追兵其實是蠻大的 我的問題是 他最早是找我們去設廠 為什麼給我們的條件最不好呢 外人總是外人嘛 那個親生的孩子 你這要怎麼逼 不是連三星都拿得比我們多十億 沒辦法 這沒辦法 因為他真的不會逼在 我們台灣就是這樣 小朋友叫你來你就來 反正我們不敢不去 台積電是摸著 所以剛剛在講到台積電說 會不會到一千 我常常遇到這個問題 我說一定會到 我認為兩年會到 但是台積電現在還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水電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什麼 就是他現在一直擴廠 他的折舊也會侵蝕到他的獲利 所以不是台積電不好 台積電很好 我們這個台積電 我們的孩子也有夠好 那拜登這個好消息 沒關係 現在馬上往亞利桑那兜 全德樂去那邊 要有一個宣佈的儀式 因為2020年他拿下亞利桑那兜 亞利桑那兜已經不一樣了 對 現在2024年 照你講也你的對不對 因為美國他不是算選票 他是用州來算的 所以他這一次是搖擺州 所以這次下檔本是這樣 是因為他的搖擺州 那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他整個法案是2022年 整個總金流是525億 裡面390億是補助 110億是研發 那現在就是說你如果要擺脫 中國跟臺灣的依賴 那你只有補助這個intel 所以我不敢說 派小孩就像浩南無地久 他還要擺脫臺灣的依賴 對啊 所以其實我也要說台積電 一直去菲律賓啊 很多地方要設廠啊 我也要說他吃後母 他說後母 比較好就是後母名 做比較好就是後母 你台積電不要傻傻 他想說要吃後母冷 那不可能 生人兒子怎麼可能吃後母冷 不可能的事情啦 除了這個以外 現在對中國來講 他還有第二棒 就把華為大到死 因為華為在二零一九年 已經列為這個管制名單 黑名單裡面了 但是二零二三年 但是人家沒死啊 對 打不死啊 他竟然做一個七奈米的手機的處理器 我打不死 所以這次打不死 這次一定要趕進殺絕 趕進殺絕 除了華為以外 這不用說了 這絕對要抵到死 另外華為門 就華為B那裡 那裡所謂的晶片商 整個這次都要給他餘下 好 我們來看哪些晶片商 也列入了黑名單 包括新恩青島的公司 申為序 彭新序 有些我們不太熟了 但是長新存儲 我們就很熟了 包括深圳彭晉高科技 辛凱萊 換句話 他的制裁持續在擴大 對 第一個擴大 第二個 餘下去 這次華為真的不能喝 不可以 晶片 他今天就沒辦法 好遍 全世界都 好像糖果一樣 因為美國已經連河中 這個荷蘭 還有韓國 還有德國 還有日本 全部包括日本的半導體的原物料 特殊化學品 韓國的 不能到中國去設廠等等 整個圍堵以後 真的美國他就是為了半導體 他不惜把所有的手段都放下去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沒有背的 有 盤點一下 盤點一下 就是你現在打地鼠 你只要冒出的我就打下去 美國兩黨的眾議員有11個 他們有一個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就是 美國跟中國共產黨什麼特別委員會 那裡面的委員會 最近跟拜登講 那個無人機 無人機很恐怖 你現在要把他打下去 要提高關稅 現在無人機到美國的關稅是25% 所以他為了提高關稅 他們現在對兩家 第一家當然全世界都很有名的大疆 第二家就是新的 叫做道通智能 這兩家目前來講 在美國無人機的四佔比重 一般來講 業餘的這些玩家佔77% 商務用的佔90% 好 不得了 這無事怎麼可以 這真的一定要有事 除了這個以外 最近都發現一個國家 這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現在躺著也中槍 很奇怪 馬來西亞你怎麼賣那麼多無人機 2019年之前 馬來西亞根本沒有所謂的 無人機這種東西 2022年竟然賣了24.2萬架 怎麼可能 去年到11月賣了56.5萬架 應該是中國繞道 所以現在馬來西亞 在無人機這部分 連那個所有的洞都要給你堵起來 為什麼要堵起來 因為他說美國的數據 不能讓中國的軍方知道 因為無人機會到處搜集數據 所以這一次這三道防堵以後 真的我要說 中美的貿易戰在年底之後 會越嚴越累